這段難題我覺得就是讓市民習慣說我跟鄭文燦做法不一樣 你一個打仗的部隊就是應該平常去練兵嘛 怎麼平常都在辦活動呢 就這個意思啊 你讓一個打仗的部隊不打仗在辦活動 這部隊怎麼打仗呢 這個不管是巴德 這杯群有三個工程 巴德運動中心 這個大南消防隊 還有一個好像是托幼還是那個 托幼那個目前沒有看到什麼問題 但是另外兩個都出現很多施工品質的問題 那這個什麼漏水啊 消防隊也是漏水 那個運動中心也是漏水 什麼水壓不夠這種各式各樣的問題 審計部有去釐清發現說 當初市政府委託PCM PCM就是一個專業的監工單位 監工單位 其實他們理論上應該是全職在我們的工地 可是審計部去透過他們的網站去查 發現說同樣一個名字 除了出現在我們桃園這個工地的案子以外 也出現在別的地方 所以理論上這些人當初應該全職在桃園工地監工我們工程的人 實際上並沒有這樣 所以這個是嚴重的失職 嚴重的失職 就監工單位嚴重的失職 那嚴重失職換句話說 你該在現場不在現場 那現場就做得好不好 你也沒有辦法去監工 那當然出來的品質就堪餘 我們會來追究 不只是索賠不索賠 甚至以後我們招標的時候 有沒有法規的依據 就不要太來了 現在我們是主政的市長 當然是我們去講 所以我倒覺得還好 我覺得監察院願意來把這事情 希望能夠弄個水落石出 基本上是好事情 其實鄭文燦能夠提供的資訊 是應該會有幫助的 那以這個監察院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他不應該因為某些人是貴為 不管是甚至院長或是什麼其他的職位 監察院基本上應該行使他的職權 應該排出這種顧慮 我先不講鄭文燦市長 因為市長管到什麼程度 授權到什麼程度 當初我們無從得知 我們不去過問 但是我跟你講就是 這些工程單位 人力跟能力不夠的時候 身為局處首長 有沒有去想辦法解決 他們的主觀沒有替他們爭取到 他們應該要能夠發揮的空間 你一個打仗的部隊 就是應該平常去練兵 怎麼平常都在辦活動呢 就這個意思啊 你讓一個打仗的部隊 不打仗在辦活動 這部隊怎麼打仗呢 就是也有一些縣市長 他認為說他的團隊 就他也公開宣示 就是說他做一些宣示 那市長您會不會認為說 如果今天團隊有不適任的人 或者組織架構要調整 需要要砍人或要調整組織的話 我們就會隨時做滾動式的檢討 然後該砍的人就砍 那該調整的組織架構 我們就調整 那目前有沒有一些 這樣子的構想 尤其在組織架構上面 我們當然是看局部長表現 滾動調整 這是一定的 對 這不用特別講 對 沒有保證說每個人都做滿事 好喲 每個人都是要拼命的表現 表現好就一直做 表現不好就調整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那會不會只是一個口號 因為像鄭文燦前市長以前也說 這個不適合的就會 會不會其他離開團隊 可是我看好像也沒有 離開的人 那又安排他別的 一樣在市場 譬如說就去當了副總 或者就去當了董事長 那市長會不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既然不適任就 就調整 那如果有其他位置適任 就調過去 如果沒有其他位置適任 那就是對不起 就只好 好去好散 我想這很自然 現在我還沒有碰到這種狀況 說哪一個局處長那麼很頭痛 都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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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quent 我們 感谢观看